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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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看经文 譬如国王为贼所侵,发兵讨除,士兵要当之贼所在 佛陀又说一个譬如 譬如一个国王,他有很多珍宝 但一个道贼来侵入,他要将他的珍宝抢走 国王要讨贼,要带军队去讨除道贼 但在捉道贼的时候,他要搞清楚这个贼在哪 当我们对峙烦恼之前,我们也要搞清楚这个烦恼贼在哪 这个故事,国王比喻我们的真如本性 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性本来具足常乐我静四种功德 我们的心性本来是恒常不便 所谓常乐我静的乐字就是安乐直静 这个我意思是自在无外的我 静就是离上清静的意思 我们本来就是常乐我静 那怎会搞到现在这样的样子苦苦老老呢? 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就先要将病根换出来 我们本来的面目是常乐我静 但是搞到现在这样的样子 烦恼账、业账、暴账 这个现在的面目 和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相差这么大 这个究竟是谁造成的呢? 所谓事出必有因 我们一定要将这个问题找出来 我们做兵的一定要知道财所在 然后你才可以去讨伐 如果你要去改变你的生命 从痛苦中转成安乐 你就要知道是谁使你痛苦 你才找出这个使你痛苦的因 接着经文 使雨流转、心目为咎 这里说我们为什么会一次一次的生死轮回呢? 就是说我们的前意识去取外面的伤状 第六意识去攀缘 结果就造成了一次又一次不断的轮回 当然这个地方佛陀所要说的就是说 要一口说出我们的攀缘 我们的以前没有学佛之前 用攀缘心去攀缘五欲的境界 造成了很多的罪孽 所以学佛以后还是用攀缘心 来到攀缘三宝的境界来修善 当然攀缘三宝来修善就好很多 但是问题你做善也是在攀缘 在印光大师文抄说一件事情 有些人拜佛拜得真的很多 念佛他又念得很多 但是他越修行越念佛 他的烦恼就越重了 他是会看谁都看不顺眼 那你说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其实问题不是在拜佛 是说你这个人拜佛拜了那么多 烦恼还那么重 问题不是在拜佛或者是念佛 就是你拜佛念佛的时候是用错心 是错用心 你是用攀缘心来念佛 好像有些人念佛说 咦?你每日念一万声? 我就每日念两万声 多过你 如果用这样的心态来修行 这个人将来就会去到阿修罗道 你知道你的心是决定你整个生命的本质 什么叫本质呢? 后面佛陀就会说 他举例 你拿些沙去煮饭 那你一世都是这样用沙煮饭 最后 煮来煮去都是沙 因为你的本质没有改变 你用沙 即是在电饭煲煮饭煮一日煮一世 他都叫做热沙 你不可能用沙煮成饭 如果你要煮饭 你一定要用米去煮 不是拿沙去煮 即是举例说 你的心态如果不改变 即使你是报师好 慈戒好 忍辱好 你只是在一个颠倒妄想的本质过程当中 你是增加一些善业 就是这样 因为你生命的本质 你过去是什么集气 过去做什么事 你以后还是跟着你的集气 照做 你的本质是没有改变 所谓换汤不换药 以前你是攀完学法 现在学法了 你还是攀完 不过好 你攀完善法 攀完的本质没有变 所以在这个地方佛陀说 你现在要修行之前 不要急于去行 先要端正其心 先要将你的心来端正 先将你的恩地端正 如果你恩地错了 如果你恩地错了 后面你所行 即所修行一切 都是错的 也就是说 你首先要调整你的心态 而不是赶快去念多少佛 做什么善法 问题不在此 问题是要调整心态 好像刚才佛陀说 这个国王 如果你将那些贼赶出去 那你要找到贼的所在 然后才能赶他走 赶走了他 这个国家才能够强盛兴隆 我们说了 国王这个比喻 国王就比喻我们的真如本性 这个盗贼就比喻攀完善 我们先来看经文 吴金问语 为心与木今何所在 这个就是佛陀再问阿难尊者 他说 你的心和木到底在哪里呢 你说你当初 圆佛的上好而出家 你是依止这念攀完的心 乃至在摩登骑女那里堕落 都是这个攀完善所使 那你看一下 你这个能攀完的心 你找找他 他到底在哪里 你将这个攀完善找出来 请看经文 阿难伯佛世尊 一切世间十种以生 同将息心居在身来 众观如来青年花眼 亦在佛面 我今观此浮根四尘 只在我面 如是息心实居身来 阿难尊者 就答佛的问题 就这样说 这个道理很简单 一切世间 所有十种以生的凡夫众生 他们 大家共同的想法 都说 这个明了分裂的心 就在身体之内 比方说 你看见如来的青年花眼 就在佛的面上 佛陀的眼睛在面上 我的浮根四尘 这个四尘 就是指地水火风四大 这个四大 它是属于能成 浮根就是说眼睛 眼睛就是所成 就是说 这个眼睛就是地水火风所成 这个四大所成的眼睛 它就是在我面上 而能够分别的息心 就在我身体之内 我们又说一下 妄想是本来不存在的 如果妄想要存在 它一定要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就一定要依附在一个影像里面 我们前面都说过 妄想如果它是离开了影像 它就没有自体 古德有一句话说 离尘无体 离开了陈景 就没有自体 它妄想一定要有所住 这里 阿难尊者 是答佛讲话 一般凡夫都认为 我这个心是住在身体之内 有这个想法 其实是合情合理 这个合乎凡夫的心情 好了 我们接着看下经文 佛陀怎么去破释它 佛告阿难 与今现座 如来港堂 观其陀临 今何所在 誓言 此从各清静港堂 再及孤独元 今其陀临 实在堂外 佛在驳斥它之前 先就举出一个例 佛陀先将所观的景 将它分开内外的痴别 来引渡阿难 是答的 这个港堂 我先讲讲 这个祈陀征舍 它是一片树林在 然后在这个广大树林中间 佛陀就建了一个港堂 这个港堂就用来 港经说法的说法港堂 在这个树林正中央的说法港堂 当你在这个港堂里面 往外观察 就是一片祈陀的树林 在这个时候 佛就问阿难尊者说 这个祈陀树林到底是在哪里 阿难尊者就说 世尊这个广大的楼国 一个清静的港堂 它的位置就在 吸孤独园树林中间 这个祈陀树林 就是在港堂之外 这样就分出内外 港堂就叫做内 树林就叫做外 佛陀就引导阿难尊者 将内外说出来 究竟引导他分出内外 是用来做什么呢 以下又看经文了 阿难尊者 阿难尤今唐中 先何所见 世尊 我在唐中 先见如来 次观大众 如是外望 方足原林 世尊 又去问阿难 阿难 阿难 你现在坐在港堂里 听经 你先看到什么 阿难尊者就说 还简单 我坐在港堂当中 就先看到房间里面佛里 看到文殊菩萨 以及法会听经的大众 然后再透过窗口 就看到外面的祈陀树林 我一定是先见到 比较近距离的内部 然后先见到外面 好了 接着就看经文 阿难尊者 朱竹林圆 因何有见 世尊 此大港堂 胡有开阔 故我在唐 得远瞻见 佛陀 又再问阿难 阿难 阿难 你见到整个树林的时候 你依旨知什么 能够见到呢 你为什么能够见到外面呢 阿难尊者就回答 世尊 因为这个大港堂 有很多户有 户就是大门 有就是窗户 有大门窗户都是开通的 所以我透过门窗户 我可以看到港堂以外 这个远远的树林 都看得很清楚的 大家 在这个比喻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一个道理 所谓的见 它有内外远近的区别 一定先见内 再见外 先见近处 再见远处 不会有人说 我近那里看不到 看到远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先将内外远近的整个见的诡则 引导阿难尊者标了出来 以下正式破除 阿难尊者说 心在身内 是不合道理 请看经文 佛告阿难 如语所言 身在港堂 互有开阔 远足临缘 亦有众生 在此堂中 不见如来 见堂外者 佛陀就跟阿难说 正如你前面所说的道理 一定是要先见到近 再见到远 先见到内 再见到外 你身体现在在港堂当中 你透过整个门户的开通 看到远处的园林 我现在问你 亦有众生 这个亦有的意思就是 起一个移民 是否会有一种众生 他坐在港堂当中 但是他没有办法看到 港堂之内的如来 而能够看到港堂以外的树林呢 你说有没有这些人呢 大家有看经文 阿难答言 誓尊 在堂不见如来 能见临传 无有是处 阿难就答佛的问 如果这种人 能够在堂内 不见到如来 而只是看到外面 园林的呢 是没有这种人的存在 因为他是不合道理的 阿难自己就肯定了 先见内 再见外 这个原则 接着 找生法掌 跟转默耀 乘合明了 如何不知 那这里呢 佛陀就是正破阿难 就破他的心再来不对 佛陀就先讲一段 文阿难 他说 余亦如是 正如前面 你所说的道理 我们一念明了分别的心 假如你说 在身体之内的话 那你的心 是有明了性 它住在你身之内 那你应该呢 就要先见到 你身体之内的五藏六虎才对 但是 事实上 没有一个人 可以先先 看到身体里面的五藏六虎 然后先看到外面的环境 我们根本上 没有人能够看到 身体里面的五藏六虎 是不是 但是我们的心 是有明了性 如果他在身内 他一定先见到 五藏六虎才对 就等于你在讲堂当中 先看到 港堂里面的人 然后 先看到外面的树林 如果你的心 在身体之内 你一定先看到 身体之内的东西 然后先看到外面的东西 这个爪生发掌 我们的手指甲 毛发的生长 还有精密的摇动 这个距离 我们身体中央都比较远一点 你应该要看到爪生发掌 那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头发在生长 或者手指甲在生出 乃至你精密在摇动 我看你都是看不到的 那你为什么会看不到呢 再看经文 必不耐知 云何之外 是故应知 语言 各了能知之心 住在身内 无有是处 你连最近身体之内的东西 都看不到 又怎么可以看到外面呢 所以 事故应知 你应该知道 这个各了分别的心 住在身体之内 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看不到里面的身体 所以 这个 它就不可能住在里面了 这个地方 整个七处破网 偶益大师有这样说 你要知道 心不住内 如果是里根的人听到这里 就知道 密心不可得 我们的心 只是我们一念的妄动 心和境和合 就所产生的影像而已 所以 偶益大师说 这个攀缘心 又叫做 圆影之心 你说 心在哪里呢 我们现在 攀完这个花 我的心 就住在花当中 就是这样 但是 这个心 是妄想心 因为 如果这个花消失了 我们那个分别心 就消失了 就没有了 所以 我们就叫这个心 叫做生灭心 这个生灭心 它是随景而生 也都随景而灭 第二呢 当你把心 带回家的时候 那你的心在哪里呢 我们的心呢 就是清正本严 周遍法界 它是无所不在的 心是无所不在的 本来 就无所不在 但是 你一念妄动以后 就会住在一个固定的厨所 好像你喜欢这个闹钟 它就住在这个闹钟 这个闹钟好的时候 你就会很开心 当这个闹钟烂了 你就很痛苦 这个标准的攀完心 因为 我们有所住 就产生了一个生灭的因缘 带动了生死的业力 我们看佛陀究竟 所要破的是什么 它就是要破除 这个攀完影像的心 告诉你 它是无自体的 我们要对峙烦恼的时候 你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 就是要 要时时勤忽息 莫使野尘埃 第二个 我们就要知道 它本来无一物 何处野尘埃 这里分开又来说 第一是用枝末来对峙 你的烦恼很重 我就抗拒你 我们不能念 就要它念 它不能够专心 就要它专 偶益大师说 刚刚开始对峙烦恼 就好像两军对峙 强者为胜 你有三分的力量 我就用十分力量抗拒你 我们刚刚开始抗拒烦恼 是会搞到自己很辛苦 所谓入道多辛苦 行道多退转 因为你就是疲于奔命 地去对峙烦恼 所以我们开始对峙烦恼 是压抑的 如果 或者有好一些的方法 我们就把它转移目标 即是怎样呢 即是说 你烦恼来 我不理你 你不理它 但是 这个烦恼还在活动 虽然你不理它 但是你的病根还没有解决 在这个事事勤忽式当中 就是对峙抗拒 这个压力真的很大 第二 这个灵严经 叫你对峙烦恼方式 不是这样的 烦恼来 你不要抗拒它 你面对它 你只要面对它 问这个烦恼一句说话 你从哪里来的 这个烦恼 就无所遁形 因为烦恼 就最怕你回光返照 因为烦恼它是没有实体 它会变现很多的假想来骗我们 让你的心有所住 然后你又再去分别 举个例子 你看我们一个人 喜欢喝咖啡 所以我们第一念心 怎样呢 当你一喝第一口咖啡的时候 你又真正是喝到咖啡的味 你只是第一口喝到 因为呢 为什么呢 你的心是会跟着 跟咖啡接触的时候 会就起响了 咦 这个咖啡不错 口味又非常好 所以你买到的好咖啡 只是你第一口喝到的味道 第二口咖啡开始 你就攀完 你的心就会住在 这个妄想当中 其实第二念只是妄想 在想来想去 你就没有真正喝到咖啡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心就被你的妄想 去带走 哪些妄想呢 就说 这个咖啡这么好味 究竟这个咖啡 哪里买的呢 然后呢 再想 哎呀 它跟哪个牌子的咖啡 比较起来 味道又差在哪里呢 所以说第二口 你喝这个咖啡的时候 你就根本上又想不到咖啡味 你只是活在你的名言分别当中 就是这样啦 宁言经修学法要 播到这里 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们在下个星期 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 非常感谢政界法师 我们一起回向 愿意是功德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多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星期 同样时间 在这里和大家再见面 拜拜